记者周敏洪桃园报道,台湾彩券公司推出大乐透新春大红包100万元,若有两人中奖需评分奖金,桃园市平整区一处彩券行,2月16日收到中奖的彩券,业者爽快地将扣除税额的80万元现金给中奖富人。 其料等业者带着彩券去银行时,才发现两人中奖,富人只赢得40万元,赶忙报警求助,一日并幸运追回40万元。 2月16日农历大年初三的上午,一位幸运的富人带着中奖的大乐透新春大红包彩券到彩券行兑换奖金。 业者核对彩券确认富人中奖五五,立即点了80万元交给富人,还不断恭喜富人,今年运气会很好哦,一开春就中大奖。 3月1日彩券行业者带着中奖彩券前往银行兑换时,被银行人员告知,这一组新春大红包有两人中奖,这张彩券只能分到一半的奖金哦。 业者拼了傻眼,无奈只能抱着扣除10万元税额的40万元现金返回彩券行,烦恼着自己垫给富人的40万元现金该怎么追回。 业者向平正警方求助,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从彩券行内一路追寻富人的路线,找到住在新北市的富人,将两人中奖,奖金必须平分的状况告知富人。 富人儿话不说,点了其中的40万元交由警方返回彩券行业者,还直说赶快交给他们吧,否则他们就要亏40万元了。